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两个坏消息出来 坏消息 第一个中国又被阴了是不是 上和峰会 上和合作组织 当初中国大陆发起国之一 这次是在印度召开 之前我们谈了好几题 印度突然之间把它改成线上 其实已经解封了 但人家刚去完美国 受到国事规格款待 但不好对美国老大交代 无论如何 7月4号视讯举行 印度轮值主席 但是事后发表了新德里宣言 今天你看到西方媒体大嗨嗨起来 包括绿营媒体也大嗨起来 说在里面的新德里宣言当中 有一带一路的段落 有没有 支持中国一带一路 包括这些中亚的国家等等 都同意 但是印度拒绝 印度拒绝签署 但事实上莫迪拒绝一带一路 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你如果关注的话 2017年北京召开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 29个国家的领导人 130个多个国家代表团都来 但莫迪就是没来 就是缺席 所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 大家也不意外 但今年因为印度是主办国 所以大家你看到 绿媒 西方媒体整个嗨起来 纽约时报也特别报导 说从习近平跟莫迪 三巨头各怀心思 印度2017年加入上河 要平衡跟西方跟中俄的关系 但是跟印度之间边界冲突 我们也讨论过好多次 然后另一头 印度加入北京忌惮的美日澳 这个四边安全对话 当然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 一直是你也知道 印度向来不结盟嘛 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立国 以来向来的传统 另外一个对中国大陆不太好的讯息 但是好像有点反转 我要问一下这个严老师 你看这位美国共和党的议员 提出个很惊悚 虐待同工 讲到同工 你知道所有人的眼睛都会一亮 下一代孩子 这个最无辜的 说中国在钢果 强迫劳动跟剥削儿童 本来不是在新疆吗 在新疆什么写棉花 什么强迫劳动 现在中国可以剥削到钢果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呢 就说因为钢果产 这个孤矿跟离矿 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新能源汽车手机都会用到 所以说他希望众议院 寄出这个禁令 禁止从中非国家钢果进口 孤根离 请问倒霉的是谁 是中国大陆吗 我们在时间再往前推 你就会看到国际特赦组织 在2016年提出一个报告 没错 这些什么孤蛙离 是从钢果采 而且钢果确实用铜工 你看到甚至孕妇 比方说有些最小的童工只有7岁 连续工作10到24小时 就在这个很脏的环境当中 用手去清洗 童工说每天赤脚工作 手很痛 暴露在粉尘的环境当中 对肺部造成伤害 工资极低 当然就是虐待童工 但钢是离电池的关键成分 智能手机 我们的笔记型电脑都有 特斯拉也很多 全球80%的孤都是来自钢果 钢果就是用铜工 但你别忘了 你看到没有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 苹果 微软 三星 ソニ 是来自钢果 所以本来这位议员 他是要控诉中国 但感觉上好像 这些美国企业脸都绿了 我觉得美国 大家都看过电影雪钻石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会 因为雪钻石 然后大家很多 哇 有理想的人说 不要送我钻石 结婚的时候 我要知道这个钻石 从哪来 那现在说你不要送我手机吗 所以我老早在十几年前 我就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你们好像正义领蓝 我说那可是你的手机 是雪手机你知道吗 我十几年前就跟学生讲了 然后呢 美国这些大公司 用它手机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科技 没有办法避免 不仅是我们刚刚讲了 不仅是这个同工的人权的问题 而且还有污染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很多污染都要谴责 就碰到这种高科技 所需要的稀有金属的时候 又觉得说这是必要之恶 而且中国进入钢果之前 前面全部都是西方公司 全部这些开采的都是英美 包括我们大家认为形象比较好的 甚至像加拿大的公司 什么这些德国法国都有 所以你们以前都是共犯的 只是现在换了 刚好中国愿意去开采 愿意去帮忙的时候 杨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 你现在讲的又是一个不正确版 这是不正常版 那是你不正常版是吧 所以这个才叫做正常版是吗 你又告诉大家一些事实 我去过非洲很多二十几个国家 所以这个状况我是非常清楚的 那特别是 所以刚果用同工 这些画面都是真实的 没有错 这绝对没有错 对 但是不是这些事情 我说都是中国搞的 中国在剥削 中国所缩始的 那你同样嘛 那你大公司 同样的标准 为什么 你可以今天 你说要抵制新疆的棉花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抵制这个 尤其这几家公司都是富可敌国的 美国超级大企业 赚得满盆满波 我这个人就最讨厌双标 那我觉得美国就是在这方面非常双标 那你看一下这个印度 看一下这个莫迪的态度 这是拒谦你觉得呢 我觉得印度是没有 他反正就是他长期以来 维持他的这个中立的 这个不结盟的立场 所以他一定保持等据 他这个等据外交 然后印度还宣称 他这个叫做外交的这种 叫做什么 对大家每一个人都很爱 就平等爱护每一个人 严信不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我现在一下想不晓 印文字反正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好话都会说 但是呢我其实跟大家都保持距离 所以你美国也不要太开心 莫迪当然是最近印度 大概是最清美的一位 但是即使清美 他还是不会 就是说跟莫斯科 或者跟北京完全对立 对可以理解 美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美国优先 对印度来讲是印度优先 那约老师我要请教你 关于这个中东的态势 又有一些变化 在这个北京 在这个那张照片 石破天津 王毅站在中间 这个沙一在北京宣布复交 然后双方的进展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厉头我们看到 这个最近有一些嫌隙 又出来了 来大标换一下导播 这个沙国宣布跟科威特 共同拥有波斯湾的一个海上天然气田 说我们两国享有全部的权益 我就是沙国跟科威特 说伊朗没有 伊朗你没有 对不对 只有我跟科威特有 然后今年三月呢 沙特跟伊朗 我刚刚讲过嘛 在北京恢复了外交关系 感觉上目前正是蜜月期 但是又为了这个事情 好像双方有点嫌隙 还有一个当然伊朗对美国来讲 就是盲刺战备 我稍后有一段影片 现在播可能来不及 广告回来之后 我跟你讲 那个影片你一定要看 美国海军公布了一个 伊朗海军军舰的画面 说什么 伊朗海军在海上 要挟持一艘国际邮轮 还好被我大美国给阻止了 那我看到那段影片 跟我的团队研究了半天 前半部是看起来蛮可怕 是好像有开火的画面 是要挟持还怎么样 因为现场没有对话 所以这是美方的解释 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 什么美方去阻止的画面 因为旁边没有美国的军舰 但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的惊悚 说美国的这个迈克福尔号的 驱逐舰赶到现场 那伊朗一看到就怕了 就这个掉头离开 是不是如此 伊朗的官媒已经郑重否认 所以伊朗从来没有试图 扣押邮轮 到底怎么回事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